刚才你也提到过减 LPR那样东西 跟大家说多一点数据 人民银行上个星期五 就是出负市场预期的 真的调低了五年期以上的品种贷款 即是市场报价利率 我们简称LPR 减了就是0.15厘 降到4.45厘 一年期的LPR就维持不变 那个水平就是3.7厘的水平 今次的变动是2019年的LPR改革以来 第一次单边下调 五年期以上的LPR 好 对整体经济我们了解了 接着先看对上海指数 或者对港股走势的影响 对整体经济来说 其实最大是帮助在哪一方面呢 还有什么行业会最受惠呢 其实五年期就是说 意味着是一些比较长的债务 一年期很多时候是一些短期流动性为主 去到五年期的时候市场想 其实整体经济都能够受惠 但是当你的问题去到什么行业会比较受惠 大家一定是想内房企业的 你说内房企业可能再融资又容易了 或者他们发债的成本有机会低一点点 或者对市民的按揭贷款是否都能够受惠的 是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上个星期不升那么多 内房企业升得那么小 一定会有人这样想的 因为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 你刚刚说内地出拳出重拳去帮助 但是整套拳已经打出了 重拳只是一个finishing movement 就是叫做终结的一拳 那你讲的问题就是 刚刚说内地货币政策不是近期没有任何消息的 手套房的下调 是 比率下调 去到手套房利率下降 LPR减 等等这些措施上面 其实一早在内房企业反映出来 你讲今年来讲 一些大质的内房 好像688 109那些 其实是逆市做好的 所以就时间点问题 市场想不只是看LPR 其实我觉得这一刻内地的财政政策 比货币政策是更加之重要 因为现在目前市场最担心 就是经济陷入一个衰退状况在那儿 内地就未必是衰退的 但是增长放缩 GDP落到3%都没有的时候 股市都够大杀伤力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一系列的财政政策 是有机会帮到手 而内地 这个是内地向来的优势来的 出财政政策可以出得快一点 因为不用通过那些什么会 什么会 就是通过我想就去做的了 所以短线市场在想的就是 等一些真正的财政政策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内房板块已经出来了 就是那些任何 其实你想想在这一刻 内地有部份的落后一点的城市上面 连二套房都可以做30%的态宽比率 近期的政策反而来说出得太厉害了 市场担心内房的情况可能就是不乐观 所以我觉得内房未来什么时候有转机 你就看到一些合约销售 那些人买楼开始买好一点了 消费力出回来才有条件做到 但是不会无端端好发现的 至于怎么可以做呢 近期就是说有一些 你听到很多这些声音的 内地在说一些补就业的状况在这里 因为很简单的 当你如果去到提心吊胆上班 怕随时被人炒的时候 你怎么会还想买多一层楼呢 严名窗呢 所以你说的有一个状况就是 你现在处于一个状况 你看到内地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说补就业 但是问题 你不会突然间出一些政策出来 我又不怕明天被人炒的 甚至现在近期都经常传科网 企业有很多部门上面被裁员 或者准备裁员等等 所以你说的 如果你看到很短线一两个月 那些东西不会那么快有气息的 甚至很多东西已经升了上来 但是如果你说的目光事实 再推出一点的话 我又不信这些政策上 就是完全帮不了手的 所以这一刻 你说内地股市上面也好 或者这些相关受惠的板块上面 主要很多都升了上来 记住就不要因为说减了 你才觉得会有政策出了很久的 所以你说短线 我想市场在想的 就不是只是短期 只是货币政策上面 相反对一些财政政策 究竟有什么实际作用 市场对这方面的反应 是会比较大一点 是 上个星期就突然减LPR 内地股市做好 上海和深圳股市都升过百分之一 港股都大幅做好 刚才都报过一些数 好 你觉得政策 是不是会继续出台 亦都这一类的政策 是不是能够持续 利好两地的股市表现 我想是他们不允许到 现在的股市再继续这样跌下去 我只能说 你说如果之前提及到 那个行业都继续有个下跌 都是继续裁员 你面对着就是说 有个社会不稳定 担心就是说 带来整个无论股市 或者经济 或者维稳的杀伤力 这个是内地向来都不容许 发生的状况 所以你说其实A股的势头不差 这样强硬夹到上3000楼上 短线你问我3000楼上这些位置 应该有个不错的省接力 他们不希望A股再穿3000这些水平 但问题代不代表 他们要将股市 蹦蹦地推上去 推到3400、3600这些位置 就不是 所以短线如果你纯粹想 有没有政策出来 会有 但是我觉得 如果比较大的直播率 始终围绕着科技的行业 问题就是炒人炒得最厉害 亦都是科技行业 所以你说政策上要变得最快 或者有些政策去扶持 主要帮下一批是什么 就是想起码要令到科网企业 有份生意 但是当然 以往的一些反弄断政策 二选一那些 你又不会打算 给你二选一 给你做大 又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平衡那些 所以短线你围绕着政策去炒的话 我觉得暂时科网行业应该是 在炒政策上 是否有一个最大敏感度的办法 好 那港股就兑原盘 我们看看指数的情况 稍后跟Arnold谈谈谈 那些恒指新贵 好 恒生指数就兑原盘 低开108点 20608点 国企指数低开38点 科技股指数低开41点 职货月期指就低开50点 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后 就公布了那个变动的结果 看看几个新贵开市前的情况 混桥是爆冷的结果 升5% 去到9.67的水平 东方海外都是高开3% 跟大家说一下 市场原本也有预期的 两个大家符合预期的 就是中星881和中芯国际981 都是顺利染染的 爆冷的就有东方海外和中国混桥 另外瑞星就会被剔走 蓝筹股的数目就会增加3个 恒指成分股就由66个 增加到69个 6月13日就会生效 下集场5% 就会得到6下集 3% 3% 4% 4% 5% 5% 5% 6% 7% 7% 2%